农历春节旅游潮开始为了抢占旅游商机 台东许多观光景点也都做好准备 而在台东路野乡巴拉雅拜部落 今年也首次规划和平花海部落游城 希望透过部落文化的游城提供游客另类的部落体验 欢迎大家一起来 农历春节旅游开始为了抢占旅游商机 台东许多观光景点也都做好准备 而台东路野乡巴拉雅拜部落 今年也首次规划和平花海部落游城 将安排游客搭乘沙滩车游花海以及抓泥丘华龙舟 希望透过部落文化游城提供游客另类的部落旅游体验 新鲜然后这边的空气好好 视野也很不错 特别的啊 对很适合一家老小 因为不会走太多 小朋友可以运动可以放电 对而且可以呼吸新鲜大自然的空气 北部没有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行程 在翔岛的带领下游客们骑着沙滩车奔驰在田田小路 小朋友们也搭乘拉拉车 欣赏田野美丽的花海 而台东路野乡巴拉雅拜部落 今年特别规划了和平花海部落游城 希望透过纯洁游城让更多游客认识部落 李市长表示周边农田休耕期间都会改种植各类花卉 不但丰富部落景观每年还会吸引许多游客拍照打卡 而部落游城除了规划游客欣赏花海之外 还可以在农田里抓蝴蝶抓泥丘 最后还有部落手工市集 以及平常是部落美食 而游客们也都抢着拍照 尽情享受难得的悠闲生活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同时让我们部落的年轻人能够深根了解部落的文化 那同时呢也让他们能够在地 参照我们部落妇女的一个就是在就业的第二个专场 台东路野乡巴拉雅拜部落 和平花海部落游城将从大年初二到大年初四 规划三天旅游行程 而主任也希望透过游城 提供另类的部落旅游体验 一位部落创造更多商机 建盘罪路野乡报导 须护光扬 假象